Hello大家好,我是Keyney,今天是春节的大年初期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春节快乐 然后在我身后的这台主机呢 眼前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装上的显卡就是万利最新推出的RTX5090 没错,是RTX5090并非5090D 最近我们也在热搜上面看到了有关于一个用户 在新买的5090D新建上面安装了驱动过后,立马变成专的这一个消息 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实际体验一下 在我手上的这一张万利RTX5090新建 它打上驱动过后,还有它整体的上手体验是不是也会变成专 在我开始给大家演示之前先介绍一下这台主机里头的配件 那显卡不用说就是万利的RTX5090新建 然后主板呢是华硕奥运的X870E-EGAMING WIFI 压着的这个处理器呢是AMD的Ryzen 7 9800X3D 用的散热呢则是这个挖耳机里的A360 那现在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呢我已经是进入到BIOS的这个界面里头 然后可以看到我并没有把它切换成PCIe 4.0 而是保持在默认自动的这个协议模式下 那是因为呢在网络上也有人流传说是主板的这个PCIe 5.0的信号 不够稳定而导致了这个卡会变转的这个原因 但我这边就刻意保持默认 然后来看看再进入系统打上了这四把驱动过后的整体的表现 OK现在呢我已经进入到这个系统里头了 我们先来打开这个GPU-Z 打开GPU-Z可以看得到呢 显示的正式AMD-GeForce RTX5090 完整版的RTX5090 可以看得到呢我的GPU-Z的版本呢是最新的2.6 2.0 是2月3号刚刚更新的这个新版本 而在接口显示部分呢确实是显示了PCIe 5.0 x16 当然现在因为没有负载 所以它是跑在X161.1上 而在驱动的部分呢可以看得到目前的驱动版本是571.86 是测试版驱动 也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首发评测的这个测试版驱动 而现在呢我就来正式安装这一个正式版驱动 来看看是不是装了驱动过后就会变装 这MV的官网呢可以看到最新版的驱动是572.16 是在1月30号释出的这个新版本 是联统5080一起共用的这个新版本的驱动 那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 那我现在就来正式安装一下好了 OK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驱动已经是安装好了 那我再重新打开这个GPUG 来看看它显示的这个版本也确实是572.16的最新版的正式版驱动 不过呢为了保险期间我先重启这个系统 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性能测试好了 好现在已经完成了系统的重启 可以看得到GPUG这里的这一个驱动版本的显示 还是572.16的这个版本 于是呢现在开始进行这个性能测试 看看它的性能表现是否符合RTS5090原本的性能 首先要进行测试的呢就是这一个Steel Norman 最新的SandimaSteel Norman测试 来看看它的整体的性能表现如何 OK成绩出来了Steel Norman的这一个德文表现 是在14432分 帧数是144帧以上 那这个表现确实是完全符合RTS5090的表现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Port Royal OK可以看到呢这个Port Royal的这个成绩已经出来了 得分表现是37,030分 这个得分表现也是很符合RTS5090的表现的 现在呢我们来进行的呢就是我们最喜爱的Tonspy 来看看它的整个Tonspy的跑分是如何的吧 OK得分出来了可以看得到这一个显卡得分的是在49,331分 这个得分也很符合RTS5090的表现 然后接下来的测试呢就是进行Steel Norman压力测试循环 进行一个24车循环看看它最终的整体的这个温度啊 频率表现是如何的 OK现在大概是已经进行超过了15轮的这一个反复的压力测试 可以看到现在这张万力的RTS5090新件呢 它的频率呢是跑在了平均2700MHz以上 显存频率呢也维持在1750MHz以上 温度的部分呢是平均73.5度显存的温度是81.4度 功耗正好是在400W 可以看得到呢这个温度表现没有到特别特别特别的亮眼 但是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而毕竟可以看得到三把风扇它的转速呢 都最高的转速也就是在2200转而已 而且都没有把转速发挥到最高 然后另外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一个配置的这个噪音不是非常的高 这也是我把麦克风贴近了过后才有的这个噪音的表现 那正常你看我现在坐在这边的话 其实你们是听不太到明显的这个噪音的表现 即便是我目前我也只是听到一些些的噪音而已 然后这个噪音更多是来自显卡转速稍微拉高之后的这个噪音表现 此时的这个机箱风扇 并不是满速状态的 因为CPU的负载电部高温度也上不来 所以机箱风扇的转速就没到很高 如果说此时的这个机箱风扇它是在码座的状态下 那么这张显卡此时的温度也会有非常大的改善跟下降 OK24的Steel Norman压力循环已经完成了 得到了97.5%的稳定性 说明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水平 另外也给大家看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测试环境的这个状况 是在26.5度的室温 然后湿度是27%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方便拍摄我在这个测试环境里 加上了一个曝光灯 所以室温有略微增长到26度左右 好那大致上的这一张万力的RTS50-C50新建的这个整体 应该说是亮机体验嘛算是比较顺利的 不仅是打了驱动过后依旧能够正常点亮 包括它的性能表现功耗温度表现等 我个人觉得都算是正常的 当然关于这一张万力的RTS50-C90的实际体验呢 我可能还需要再花一点点的时间制作一期视频 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因此我相信之前那一张显卡变装呢 应该只是一个个案 并不是一个大名机的这个事故 当然我们也看得到万力即使是在春节的时间 也第一时间和这个世主进行了联络 并取得联系进行这个售后的这个反馈 也希望事后呢这个世主是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 我也知道啊最近啊 大家不管是要购买RTS5090还是RTS5090D 都非常的不好买 所以呢也希望这个显卡的这个供应 能够尽快回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水平 最后也预祝各位呢春节快乐 那记得说明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 拜拜